佛的教学 枢纽破灭开悟 佛说得很好 觉悟之后 在这个大宇宙当中 你自己就能做得了主宰 佛家是智慧做主 智慧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圣仪贤的教育 可以说都是智慧的教育 人智慧开了 自然就利苦大路了 这个路不是富贵之路 不失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享受之落 那你就错了 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实现的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他落了 他利苦得落了 父子赞叹他的学生 淹灰 淹灰在物质生活上 贫困不堪不堪 贫困不堪 一瓢饮一淡湿 货水 连个茶杯都没有啊 葫芦瓢当茶杯啊 吃饭饭碗都没有啊 用竹子编一个柱楼盛饭 这样的生活 一般人家是苦不堪也了 所以父子赞叹说 这种生活是过的 让别人去过 人不堪其忧啊 但是也会呢 回也不改其落 他一天到晚快乐得不得了 这叫做利苦得落 利苦得落 不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 完全在心境上 做了一个大转变 他明白这个道理了 苏维师 心安理得了 那个安是 能安是的定啊 心清静心先切了 道理明白了 道理明白了 时候就快乐了 养这个身太容易了嘛 身的需要不多啊 何必为这个身去造罪业 所以有智慧的人 聪明的人 绝不为这个身去造罪业 越简单的生活 还越健康 他为什么会健康呢 快乐 快乐 念于所谓的 人逢习四 精神爽 人只要遇到自己欢喜的事情了 那就特别有精神 什么事情是最欢喜的呢 明白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这个欢喜啊 这个世界 一亿万万的人 都没有搞清楚 都没有明了 他这一旦开悟了 他怎么不欢喜啊 这种欢喜快乐 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 佛家将发喜充满 不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来五欲六成的享受 那是刺激 那是乐是无常的 会坏的 所以佛家将 乐是坏苦啊 不能常保持的 但是发喜充满的 是永远保持的 为什么呢 自信之乐 这个自信之乐 是无忧止尽的 无忧穷尽的 天天觉悟 年年觉悟 时时觉悟 处处觉悟 他怎么不快乐呢 不但现前这个社会 清清楚楚明明白看 过去 过去 过去无始 未来 未来无忠啊 统统清除明了啊 这个人就叫佛 他身在富贵里面 他是个富贵佛 他贫贱里面 他是贫贱佛 富贵跟贫贱 对他都不相干 他们做佛 这个快乐是相同的 是平等的 不是说富贵人 多快乐一点 贫穷人少快乐一点 没有 决定是平等的 所以是功名富贵全世 与他好不相关啊 有也好没有也好 随缘 多日 我们讲这样 自在随缘 那么由此可知 唯有佛法 能带给一切众生 真实 究竟圆满的贫贫 诸佛菩萨真的了 所以真的就是 他真的得到了 诸佛菩萨在哪里呢 过行过夜队伍 我们在华原经上看到啊 善财同子五十三餐 你看看这五十三个人 佛局的例子 给我们做代表 这里头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他们 都明白了 都觉悟了 他们都是佛 都是菩萨 得生同子是佛 同时我们现在讲学生 有得同女是佛 女学生 她在学校念书啊 男生女生啊 她是佛 大光王是过往 她做过往 她也清楚了 也明白了 她也是佛 所以我们学佛 非常重要 要把佛这个概念 搞清楚 搞明白 如果不搞清楚 不搞明白 那就是迷信 迷信 是决定的 于智慧相违背的 是为世间人所念弃的 虽然世间人念弃迷信 可实际上迷信的人挺多 世间人 喜欢智慧 喜欢觉悟 可是真正觉悟 有智慧的人 并不懂 但是 我们知道这个去向啊 这个去向不止现前的社会啊 过去如此 未来还如此 正因为事实如是 我们才肯定 圣贤教育 必定能够 恢宏 广大 能够 普利一切众生 在佛法里面讲 普度一切众生 因为众生喜求 那么佛法何以不能够推广呢 佛在华言经上说过 大指都论里头也讲过 佛法无人书 虽一切众生 这个意思就是说 说的人太少了 不是佛法不好啊 是没有人说 没有人推行啊 要什么样的人 要什么样的人才能推行 才能说呢 智慧开路 才行 可是要想开智慧 必须把障碍智慧的东西 要舍掉 要舍掉 现在人很希望自己开智慧 很希望自己像佛菩萨一样 讲经说法 把佛法介绍给别人 可是自己呢 又不肯把障碍智慧的那个东西舍掉 这个就难了 这个就难了 障碍智慧的 我们用最清闲的话来讲 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 自私自利的行为 这个东西障碍智慧 智慧不开 永远 迷在四十真相之中 这迷惑啊 人迷惑 必定就随顺他的迷惑 随顺他错误的知经 错误的思想 于是就造业 造业就是错误的行为 由于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行为 就产生错误的果报 这个错误的果报 在佛法称之为六道轮回 我们今天的处境 就在其中啊 不但这一生 过去是生生世世 都沦落在六道里面 佛教导我们 开智慧的方法很多 我们今天采取的 持明念佛 念佛真能开智慧吗 能 但是你要懂得方法 你要明白道理 道理明白了 你有坚定的信心 在华言上说 幸为道运功德母啊 你修学这个法门 半信半疑 你不会成就的 坚定的信心 决定不可动摇的信心 这是你成就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条件 佛用这个方法 古时候的印度 许许多多的宗教 像现在印度教用这个方法 余切用这个方法 素论也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禅定 什么叫禅定 意志专注 我们今天讲集中意志 专念 一双思 专想一双思 把其他的这个妄念 渐渐的 摆脱掉了 专想一双 这个人就能得定了 专想一双事情 这一双事情 信心了 如果我们专想和平 你从和平这就得定了 就会产生效果 那这个和平的社会就能陷进 古印度 普洛门教啊 曾经用这些方法 所以有人说 释迦牟尼佛受他们的影响 很大 为什么呢 佛罗门教 比佛教 要早2000年 他们的历史悠久啊 他们现在历史追究的时候 4000多年了 佛法现在世界上公认在2500多年 那么在我们中国记载呢 这佛法是3000年 照中国记载的时候 他比我们也早1000多年 他们用禅定啊 他们的境界能够达到大凡天呢 所以他们称大凡天是叫造物主 用什么方法跟大凡天沟通呢 禅定 专注 很可惜 他的禅定功夫到这个层次之后 就不能再向上提升 而佛家家的禅定也是用这个方法 层次更高 啊 啊 陈究究竟圆满的陈地 在大成经里面讲的 熟冷也大地 华严经上说的 四子分训三妹 王神经里面讲的 面佛三妹 这个都是究竟圆满的陈地 所以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彻底圆满究竟的明了 啊 啊 在这个境界 我们称他做佛 啊 称他做菩萨 这是我们修佛 希望啊 达到的 啊 啊 这样高深的禅经 我们一生当中做不到 啊 啊 我们的寿命太短了 啊 所以我们讲到魔障 啊 啊 寿命短是个魔障啊 正因为如是 我们才法院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啊 用现代的话说了 我们移民啊 移民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生活环境好 常生活 啊 啊 寿命长有足够的时间 修修 我们才能成就啊 究竟圆满的大力 定其作用啊 就是智慧 智慧照了 世出世间 一切四里 所以我们说佛 对佛的本质 要认识清楚 与这些原理原则相应的 这是佛法 违背 这个 道理 违背这个修学方法 那就不是佛法了 这个主要一定要懂得 佛法所求的明心见性 所使用的方法 断烦恼开智慧 什么是假的佛法 什么是魔法呢 妖魔鬼怪 与这个道理 与这个修学的原理原则 正是相反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能辨别是非 能辨别邪正 能辨别正假 你也有能力 识别搞笑 一结束就晓得 他是正 这个正法还是邪法 知道他修行这个层次 他到什么程度了 你很清楚 我们要想得到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 一定要认真努力 一定要万云放下 要着重心地清净 六根借出六成境界 一丝毫都不沾染 这是禅定功夫 从定进身智慧 这个才能够自利利他了 才能把佛法 帮助一切众生 介绍给别人 推荐给别人 阿 妮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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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妮� 陶 Flá 阿 妮 我的声音 阿 妮 陶